相传在MC中有一把上古之稿 如果你能找到它并拿到了它 且不被发现 你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惊喜 但是如果你一旦被发现 那么将会有很诡异的东西在等待着你 视频的开始 玩家小屎正一个人在游玩着MC 他将自己的住所搭建在了矿道中 并且还在这里种植的有庄稼 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进入了黑夜 并且下着漂泊大雨 小屎决定闲入睡度过黑夜再说 接着他便来到了住所外 准备开启新的一天探险 因为一个人游玩游戏实在是太无聊了 玩家发现现在身边的朋友们 很少有人再坚持玩MC了 所以他一个朋友也没叫来 只能自己独自生存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 你们是不是也跟玩家小屎一个遭遇呢 玩家在附近漫无目的的四处转悠 很快他来到了一处洞穴之中 在这里他挖掘了一会儿后 玩家来到了附近的矿井 可刚进来 他就莫名其妙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 就好像这里有什么东西一样 就在这时 玩家在前方不远处的地面上 看到了一根悬浮着的火把 为什么这里好端端的会有一根火把 就好像之前有人来过这里一样 越往里面探索 玩家越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这里 他总感觉这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可自己是和平模式 也不应该会有MC块物出没呀 玩家的直觉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常的准的 所以他越想越感觉紧张和害怕 又在这里探险了一会儿后 玩家又挖到了一块绿宝石矿 这次来矿井探险运气还算不错 挖到了不少稀有矿石 又过了没几分钟 玩家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 于是他打算就到此为止 自己先返回住所存储一下物资再说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突然他发现 眼前的楼梯下的黑暗环境中 赫然出现了一个物品箱 玩家心是一愣 接着小心翼翼的走了下去查看 依靠着火把的光亮 玩家在物品箱的上方看到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 不要拿 否则 否则什么 话说一半 真的是让人头大呀 玩家看后觉得 这像是一个警告 于是他本能地检查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那么这个告示牌 是谁放在这儿的 玩家对物品箱中的东西充满着好奇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玩家决定 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谁知打开后 里面映入眼帘的是一把稿子 What 光标放上去后 显示这是一把古老的稿子 什么情况 古老的稿子 而且还是一把附魔的钻石稿 之前玩家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 思索片刻后 玩家不顾警告 还是将它拿在了手中 可突然下一秒回头 上方好像刚刚闪过去了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玩意儿刚刚闪过去了 游戏气氛从此刻开始变得紧张 诡异了起来 玩家决定立刻返回住所 回到住所后 玩家专门将这把古老的钻石稿 放在单独的物品箱中 并在上面放了一块告示牌 写着 我中意的稿子 接着便打开住所的门 查看了一下外面的情况 天色渐渐又暗了下来 玩家决定继续去挖自己的矿道 不过 这次他打算用获得的这把古老之稿来挖 但玩家殊不知 危险也从当拿到这把稿子开始慢慢降临了 玩家在挖掘的时候 总感觉有人在自己身后 但是转过身来查看 什么也没有 而且他总感觉 有人一直在跟着自己 于是他挖了一会儿后 就上到了住所内查看 都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异常的东西出现 玩家觉得 是不是自己太过于紧张了 明明这里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自己总感觉有人在自己的周围暗处 观察着自己呢 又挖了一会儿后 玩家再次返回了住所 这次他打开屋门走到外面查看了一番 自己的狗狗旺财在那里正常的坐着 周围一切安静相和 应该是自己疑心太重了吧 随后玩家再次返回了矿道 继继续挖掘着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又挖了大约两分钟后 玩家下意识转头的瞬间 前方不引出 刚刚赫然站着一个身影 让我们放完画面再看一遍 这像是一个实体的身影 这是什么东西 玩家愣了几秒钟后 迅速的追了过去查看 但过来一番检查 并没有看到什么身影 住所内也没有什么异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眼睛花了吗 还是玩时间长出现幻觉了 玩家总感觉自己不在住所的这段时间 有人进入到了自己的住所内 于是他想了想 决定将住所的屋门用石头封起来 可这前后不到五秒钟的功夫 突然他就听到了反复开关门的声音 What 玩家迅速挖开了石头打开屋门 可外面什么也没有啊 这还真是离谱回家 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 这大白天的 不再这么吓人的呀 截止到目前为止 玩家都没有怀疑过 是自己手中拿的这把钻石搞导致的 在周围又观察了一番后 玩家决定返回住所 可进入住所前 他突然抬头在上方发现了新的异常 刚刚上方好像站着一个人一会 玩家迅速的爬了上来查看 但是这里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时间内的气氛真的是越来越诡异了 渐渐的天色又暗了下来 很快就要再次进入黑夜 玩家又在山顶上观察了一番后 当他再次看向住所上方的那两棵树时 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了 他就站在橡树旁 What 让我们放大画面再看一遍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玩家从此刻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手中的这把钻石搞引发的问题 于是他再次返回了住所 将背包中的这把古老的稿子 重新放进了物品箱内存储 随即又下入到了矿道中 检查了一番后 玩家再次返回到了住所中 可这次刚上来 他就发现住所的地板发生了变化 怎么突然多出了一些黑色的方块 什么情况 随即他打开了物品箱 里面的钻石搞还在 但周围却出现了一圈黑色的方块 将光标放上去后 这些黑色方块的名字叫做黑色粘性物 What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玩家拿了一块放在物品栏中 接着周围便传来了一声声粘液的声音 玩家被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地切换视角 自己的游戏角色 皮肤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玩家是彻底慌了 自己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些黑色的粘性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又过了十几秒钟后 突然玩家就嗝屁了 嗝屁的原因是因为被黑色粘性物吞没 而本期故事也到此结束了 那么这个诡异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